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MIHK十周年纪念特辑 《洩到空虚,网台血泪史》 又过了两个星期,又要与大家一起进入老海的思潮当中 回忆过去十几年里搞MIHK TV大小的故事 可以与大家分享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大家会不明所以 为什么有些节目做好地地就会突然间没有了 有些人又会不见了 有些朋友会想问 你如何定台的方向和节目创作的路向 你有什么心得可以与大家分享呢?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究竟要做什么节目才对呢? 是走什么方向呢? 大家众所勾知 网台基本上很老实说 我都可以挺自豪地说这一件事 虽然今天MIHK TV 香港制造网络电视 不是香港最多人看 又或者是最影响力的网台 现在又有很多不同的Youtuber 洞窃 又说三十万人去订阅 又说多少人去看 每一条片二十几万击view 如此类推 但我自己深信 很容易多样化 多元化多类型的一个节目呢 老实说 我想我的而且 给其他所有的网台的众业员呢 我一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 又或者是我肯尝试 不怕虚钱 去做experiment 去做一些不同的探索 去摸索一些什么的类型 是可以创造更多的朋友 去看我们这一个节目呢 我想绝对MHK TV里面 认了第十 都不会敢有人去认第一 是吧 甚至没有 我绝对可以给 这个的灯神 是吧 我肯定做的节目的类型 我给他多 对吧 就算你迷米 或者是你以前的香港人网 早了你多少年 但是你的节目的类型 你有多少的生命的节目 我想如果你看回头 你绝对不会有我们 试过这么多不同的类型 品种的这些节目 甚至我尊敬的黄文先生 黄文教授 就算是卖Radio 当时他找台长梁锦藏 帮他去抓棋去搞 他们做的一些节目的多样化 也不会像MHK TV里面 做到这么多的品种 创意的澎湃 在冒险去试不同的节目 当然我们一定会给他们 做得更多和更进取 做的节目好不好 其实说真的 当然有很多的节目 做了出来 我自己觉得是强差人意 或者是所托非人 或者是尝试开一些节目 给一些朋友 去当自己的宝贝和宝贝和宝贝 那样臭大 始终都是可能有些朋友 就是观众缘 又或者自己的努力不够 或者是准备功夫 或者是如何突破的框框 都是差一点 可能很多的朋友 就是当自己一个part time 的嗜好 没有真正正的 就是当自己一个 lifetime goal的achievement 去做 有不同的 就是有很多朋友 现在 而事实证明 我是 如果找不同的朋友 去做一些节目 如果他的financial reward renomination 不吸引 反而现在 每个人自己去做的时候 哇 找到吃了 有很多人自己去做YouTuber 自己教人家煮菜 教人家去做车 教人家去讲手标 讲摄影器材 哇 分分钟都 几万人去subscribe 他们的这个台 十几万一条片 的kick view 咦 看回YouTube里面 如果你不说粗口 像老奥这样自尋死路的 那又 哇 回来的 这个advertising reward 又真是 又挺耐忌的 就是 不要说可以做一份 decent的full time job 是吧 就是 如果当是一个 回报挺好的 这个part time 哇 一个月多 几个东西收入 那就是 当然值得 别人去着弱 去做多一点 做多一点 做密一点 是不是 所以始终我觉得 那个motivation 的动力呢 是 就算有多好的idea 就算那个朋友仔 你那个pression有多大 缺乏了一个动力呢 没有了s加两动 或者是真正正令到他觉得 很给心思 又值得做好他 如果只有你那些 这样的居马费 那就是 给你一个居马费 那么多的力量去做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一些节目 除了我真的可以 放心交给 节目主持人去做好 整件事的呢 而我是完全不需要 去involve的呢 那我就觉得 只有西瓜头条总理呢 他的passion 就有大做好的 他就是hite的美食家 那么多贵的 那 另外你就会见到 其他朋友呢 都是当是 很part time的形式 去做 unless 那个节目 是有老奥拿装 做监制 甚至无份身 去做主持 和他们一起做 那就是大家 拖着手 一起去走 或者 我make sure 帮他们掃好 所有的沙沙石石 而他也做得过瘾 也做到成绩出来 那些朋友呢 就会觉得仍然值得 我们要invest下去 多人去recognize 多人去endorse 那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鸡生蛋 蛋生鸡 自己不用心 去有一个很大的passion 去做好整件事 而 令到自己 制造一个好的产品出来 而得不到一个 正常的一个 经济的效益 去reward 他有一个的原动力 继续去向前走 而令到他继续要再用心 放下去 否则就做不到 而有一些的节目 也做得很用心 譬如说亨利 那时候做亨亨有声 但是奈何就是 始终不知怎样 是观众园的问题 就算这个节目 我用很重的酬金 可以说是当时MHKTV里 最高新的每一集的 节目主持人 就是亨利 但是 始终 就是那个subscription的人数 和那个在线去看 和 sharing 或者是 kick view 总是差这些 但是你又不是觉得 亨利做得差 他真的做了资料搜集 做了所有的一些 分析 论点 有理有据 也都觉得他是一个 很优质的一个 网台的时事评论员 但是硬是 就是差一点 不知为什么 就是不知为什么 是 那 是吧 始终是subscribe的人 不是没有 但是 已经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他们都是 就是不给钱 就是不给钱 所以 所以有时也不可以 把节目主持人说 开到好的车给他了 抓到好的车给他了 他懂得脱车 抓老车 脱了车 是吧 適合河车 就是不给钱 就是不给钱 就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所以有时也很令到我很气馁 但是奈何 很多朋友 如果现在只看这个 舍到空虚 网台血泪史 就可能会问 喂 老鹤 你只好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类型的节目 要搞到这么多东西 让他自己 贪多 着不难 又辛苦 又监制这么多个 那就变了厚恥薄皮 就是个个不患寡 疑患不均 大家的资源都不够 做好几个他 就行了 那你现在看 我们现在MHKTV 我们就找到 最好的这些节目 一起去做 那么 尽量希望 每一集的 这个节目的 是吧 那个standard 水准 完全不掉 那你就会看到 我现在正在走这条路 但是当时 我也有一个 的 难言之忍 大家都明白到 之前的MHKTV 开头的时候 不是全资 是老屋的嘛 那也都有一些 的partner 有些kisssir的 这些的入股 那当时希望 就是将这个 的网台 可以做大的 一个生意压 其他一些partner 又可以带一些 不同的advertiser 不同的一些 的产品 又或者是 帮不同的人去做一些 的推广 那这样 而就注入一些 的billning 做大的一个 的billning 那你没有 那么翻上下的 这些产品 难道我来来 都是只有 大院有乐 又或者是 只有一个 做你老母 中国人的 这些是 扰不了 是吧 就是 赞助商的嘛 你要做些人畜 无害 又不准说租口 但是 那个billning 又不是很好 又很难找到 去sponsor 更有甚者 随着2014 15年之后 香港的政治气氛 越来越黑 越来越窒息 已经被人说到明了 你继续去 骂个政府 骂差个政府 尤其是政府 亦都收客 媒体上的东西 你们的网媒 不会再有一百毛 那些可以有机会 上市的了 死了一条心 那就 拔掉了 大哥 丢了这么多资本 开了这么多的节目 租了这么大的地方 是吧 一句这么说 就站在那里 就算我做到多大的 不同的 多样化 多元化 的这些节目 你老炳 你没有人去 给这些广告赞助 没有人去找你们去租场 没有人去黏在你们那里 就算有 政府或证监 都不肯让你们这些人上市 那都是 镜中水月 只有鸡 做来都多鸡鱼 所以后来 每个的partner 已经是决定 也都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 当时 已经有一些朋友 透过不同的渠道 开始又跟 KC Sir那些 又聊天 是吧 跟KC Sir说 喂 你都 想想 你黏着 岳鱼这条大沙爆 我们都会有机会 觉得你 其他的生意 都有机会有影响 KC Sir有很多生意 很多生意 都不只是他自己独资 其他的股东 又会炸炎 其他的partner 又会觉得 你黏着MIHKTV 搞这些东西 你是英雄 你就 你被养一条岳鱼出来 咬人 资助那条岳鱼 去吹人 我就被你累死 他亦都有很多 这些压力 还有一次 当我决定了 有一次 近年尾的时候 很多时候 其实我和KC Sir是很好的朋友 好朋友的地方 是怎样说 我们不是的 整天都会去见面 但我们都有很多 一些共同话题 大家长大的年代是一致 对香港的看法很一样 大家亦都在同一区长大 在那一区里面 他又读一间 乱吊学校 叫做高主教 我又读一间 扑街学校 叫做姓貞德 在半山区里面的 少林与武当 当然他们 只是一个小学 一年级 都已经有六班 我们只得了两班 所以他肯定是大派 我们是小派 给他们整一盒 有很多很有趣的 这些话题 当中有一些 common friend 他的表弟 亦都是我的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 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他对一些看法 我们都很一致 可以说 如果有些朋友 如果你成年之后 你很难交到一些资深的朋友 我是挺同意的 因为很多的朋友 在你成年之后 不多不少 都会有一些是利益的挂帅 又或者是互相的大歉 有些工作上面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层面上面的瓜葛 而做到朋友 没有办法 你长大了之后 就会是这样 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们从生意方面去合作 但是生意脱离了之后 我们反而做到更好的 这些buddy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因为问题是 我们会互相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段友谊 就不只是 喝喝吃吃 在卡拉OK里面 好兄弟 喝掉了 好兄弟 有甘心 没有来世 好兄弟 喝大两杯 死水 每个人都觉得好兄弟 陈露南 山鸡 我就很害怕这些人 什么两劫插刀 火里火里去 水里水里去 你看到这些太多了 看到这些 到最后 一些鸡毛蒜皮 浅鸡瓜葛 吵你老弟 差一条鸡 全部反面收场 而我 so far 认识了K.C.sr 十几年了 真正硬大大说我十年了 而是 仍然是保持到一个 非常好的友谊 我很感动的 有一次就是 当我 去年我回香港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台湾见面 然后跟着 他先回香港 他特意搭一班早的班机 早我一个小时到香港 然后他到了香港之后 他还没过关 他就在禁区之前的商场里面 等到我下机 然后跟我一起 确定我过关安全 入境 我觉得很感激这位老友的 一直照顾和支持 也都是 我搞一个MIHK TV 他其实也都在背后里面 下了很大的力 支持 所以 他现在也受到我的影响 搞他这个图表学人 希望用他的专长 用他的能力 然后去看法更加多人 其实股票 投资 并不是一个只是赌博 有很多一些技术 图表 可以学晓得到 令自己摧吉避空 我教晓了你这一件事 你就令我教晓了你这个技能 吹吉避空之余 赚到少少 就麻烦你这些石头 去捐去造福人群 做一些好事 帮大家 让大家可以有弱势社群 受苦受难的群众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援助 我绝对贊成 KC Sir做这个图表学人 现在我也是直接找 这个混蛋一号 阿乔和小花 去教KC Sir如何做Live 帮KC Sir去剪片 上传片 上YouTube 打理他这个YouTube频道 其实这个图表学人 最初的成立 还有假猫俊 去帮忙 去建立他这个频道 搞定了 妥当了 帮忙 这些就是大家 好朋友之间的 互相提携 互相一定的 共同的进步 大家互相去这个提点 还有大家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 共同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了 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大家没有在一个 是是非非 黑白那里 有一个ground common ground 其实都是难做到 一个资深的好朋友 另外一段 我和KC Sir 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往事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曾经去过澳门 近年底的时候 约了KC Sir 去澳门的九号会所 喝酒和碰叉叉叉 难得一年到尾 差不多完 就算如何都好 赚也好 虧也好 做出来的成绩 可以说 有口碑 但又不是很可能 赚到钱 多人不懂 也有很多网友去支持 当是慰勞 两个拍档 一起去澳门吃饭 跳舞 殊不知 我和他一起下船 大家一起去成功旅人社 买了套票 去一个九号会所 谁不知 我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原来 在12月的时候 我是不应该去澳门 起码是12月15日之前 不要去澳门 或者是11月15日之后 不要去澳门 总之11月15日到12月15日 那时候 其实最好不要去澳门 为什么呢 因为澳门的回归纪念日 就是12月1日 我们就应该在11月底 12月初的时候去 我哪一天就不记得了 过去澳门 克里斯尔就用他的香港身份证 用医通道去进去 因为两个人就走过去 你也知道 这些人 百无聊赖 走过去 但是我在掃那张卡的时候 掃起掃去都掃不到 然后第三次抽起再放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开始有澳门的海关 人民入境事务处的人 就是买来 然后就是 欧云先生 拿了我的身份证 然后就是 请你跟我来这里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没有拿我的手机 当时克里斯尔就已经过去 他也一年两年都不知道 我就被一些 入境处的人 租到房间里面 然后没多久 就有个高级的人跟我说 欧云先生 我今天不可以让你进来澳门境 因为你是一个 对澳门社会 构成结构性危险的危险人物 你会影响到澳门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今天不可以让你进来澳门 我进来调墙 然后打算去李康记 吃一餐饭 跟我一个好朋友 有什么麻烦 但是 当然我已经知道 郑英法在生意什么 这个问题 因为 我又搞一个网台 解释了一个网台的老板 那楼下的 又有很多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节目 去屌弃这个中国共产党 又有这个 李龙毛南花 是整班这些大哥 每个星期四 又是叫做 现代蠔合传的 这个节目 那我和阿啤梨哥 亦都合作 一个节目 叫做你老母中国人 还要做两季 每个星期一 就屌弃这些中国共产党 是吧 又有林康正 是吧 就是 当时他之前有加盟过 老萧 后来又来我 这个时期 我们已经是 抓了林康正过档的了 我记得 我已经抓了林康正过档 因为 林康正有一段时间 我们开台的时候 他仍然是得住老萧的 那大家知都知道 我后来要搞一个 啤梨晚报 要帮啤梨哥 找个partner的时候 我就和林康正说 你不用担心 老萧那里给你多少钱 我底身我一定贴了你的 然后跟着 再有 分红 还有 有几多人subscribe 再拆涌 还有其他 和我做的节目 亦都继续居马费 你一定会好 在老萧那里 做老萧的其中一只 WOWOWOW 快点过来 那时林康正 已经过来我们的节目 那台里面 也帮我做一些 Marketing 推广 的东西 其实林康正在这里 做得很好的 给他资计 因为 我们的节目栏 比如说 很多这些嘉宾 亦都是靠林康正 不要管他 看一看一看 像芝麻街 Bird 但是他很多人都认识 很多人都给他面子 托林康正的福 他也帮我们 找到很多嘉宾上来 叫Credit 就是去林康正 那里面 这些故事 其实也有林康正的福 好了 我进去之后 有这样的东西 你拿了这样的纸给我 然后就叫我 你签回归 我就给你香港新闻证 但是 给你之前 我的官员要保留 然后 我们已经有一班船 在半个小时 就要开 那你就 上这班船 当时我和KC Sir来的时候 我忘记了 是否坐豪华位 还是怎样的 但是我回去那艘船 直接贵宾地坐豪华位 那艘船大约是7点 6点 7点左右 没有人的 那个豪华位的 限制 只有我一个人在 那些官员就上了去 之后就安排了我 确定我坐下 在那个位置里面 给我香港的身份证 然后我就完全遣返回去 香港 原本想着做了一年 大哥 就是和KC去吊帽 大家 就是 警察妹妹 KC Sir 在跳舞的时候 又很有趣 有时不喜欢他去玩魔术 有时又去说笑话 很好玩的 跟KC Sir跳舞 那 不是这样的大哥 你总是要怎么 不让我去 又趕我回来 有没有搞错 那我就 没办法 在成功女人社 买了一张的套票 就放在我的袋里面 那我就 就是 继续 回了香港 但是KC 就看到这样 那怎么办 那我 当然他虽然是 激留了 不准我出海关以外的地方 但是他也 给我用手来电话 其实我就 已经是 帮了KC 他说我对澳门有这个 结构性的危险 并逼我签规 要抵戒我出去 要趕我走 那我说 没有了 那我就走了 我接着 KC 不要紧了 订了房子的了 你过去开心心 不用理我玩得开心点 但是KC 这些什么的 兴趣 雅致 忍 什么都好像 突然之间 哇 烧到我含一含 在那儿叹 又突然之间 一些ice bucket challenge 一二一 去去去去去玩 去喝酒 那些的气质 全部都没有 没够了 他也没多久 就等一班船 买黄牛飞 下一班 就乘船回来香港 那我到了香港之后 没多久 就到他到部了 其实那天 应该是星期四来的 如果没有记错 因为 当时呢 我星期四是最空闲的 因为星期四就是 啤梨哥和珈琪 做这个 《现代蠔合传》 而星期四 我是没有什么节目的 星期四可以早点去休息 而星期五也是当年要做 这个《蓝皮书》 Live 所以星期五我是很忙的 所以星期四 我后来和KC Sir去喝杯 谁知道 就被澳门递戒出境 那之后 我没有再去过澳门呢 有的 但我不敢去得太频密了 后来打听 其实他对回归这一天 就很紧张 因为有中国一些 乱吊大代 就过乱了来 其实他可能会担心 我们会不会去做示威 又或者对国家领导人不敬 说真的 跳舞大过天 跳舞比较重要 他就怕我们去做示威 那些事情 但到限日 譬如你平时 不是十二月 不是五一 十一 这些地方去 我又能召入到去 去李康记吃东西 后来我和总理 西瓜头去李康记包场 去吃东西 也很过瘾 是吧 所以 那次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触 我只是交过亡台 是吧 我丟下这些人 是吧 你连舞都不让我去澳门 是否这么夸张 是否我对世界的影响 又这么大 是否我的出现 会令到你澳门塌 是吧 即是没有人去你的赌厅 是吧 没有人跟你玩吃过子老虎机 没有人去打骨 没有人去桑拿 会不会这么严峻呢 老友 一直以来 都是觉得他们这些儿子 就很少提大做 但也都知道自己 已经on the radar 所以他们也一定会有人留意 我们在香港里面所做的 所在一起 而我们也都在澳门里面 一些要监视 或者要注视的这些名单 那你说今时今日 无论去香港也好 去澳门也好 刚刚通过了 这一个二十一二十三条的立法 那么到现在都分分钟 有一个很大的possibility 就是我如果回来香港 究竟能不能入境呢 或者已经入境的时候 又会不会有很多 人民入境事务处的人等着我 又或者会不会有警察 那我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 是吧 就是他选择性去执法 那条的法例也都是这么宽松 而我旁边有很多个朋友 亦都是某程度上 是特区政府 就是一个香港冷吊政府 他们去监察 或者是潜在通缉犯 那我会不会 都在这一面的事件里面 被人擠塞呢 那就是 更加把我的性格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很多以前在香港里面 比如喝酒啊 跳舞啊 去摔骨啊 去摔骨啊 那变成了上面的老闆 就帮我戒掉这些野生活了 那我现在的生活 就是健康到不得了 好了 刚才讲过的故事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当然了 深水晶的朋友 就知道我正在回到香港的一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 拿着一张的 成功旅行社的一个套票 是不是 而当时我一回到去 第二天 见到这个林康正 阿正 有好东西想起来 这个成功旅行社的一个套票 两个星期内 是更贵的 现在 见到你骨格珍奇 就半价卖给你了 那林康正也是非常开心 哇 半价? 这么适合? 但是半价人半价 真的没有这些船票了 那你自己 买一张黄鹤飞便宜的 这个经济仓 那就过去吧 那林康正说 咦?半价啊 那林康正跟我买了一张的套票 要我当益他的这样 但是 星期一之后 回来见到他 原来林康正 都是跟我同一个遭遇 当他去到澳门 要过境的这个时候 亦都是经这个医通道 这位先生 请你过来 请你 知道 你会对澳门 这个社会 构成 揭构性的 这个危险 和影响到 澳门的社会 安定和稳定 安全和稳定 那便请你过来 那便是沿船 遣返了 回到这个香港 那 那林康正就好像 不知道他是用 经济仓的位置去 是不是经济仓的 Facebook 回来 那我就没有问到他这一件事 那到最后 这一张的套票 是怎样的 这个下场呢 还是林安静 以全票这样 卖给人 还是八折卖给人 我就无从低效了 不知道谁 就是收拾到 林安静这一张 成功旅行社的 9号会所的套票 那想起来 真的很好笑 大大话话 这件事件 都有八九年 差不多应该是 一五一六 左右的时候 还是一五一六 一五一六 左右的一个时期 的事 好了 有些朋友 就很想了解清楚 老鹅 你怎样 去定你的 一些 节目的 多元化 这一件事 其实 当然我不想 整个MIHK TV 都是做 这个 政治评论 这个 但这个一定有 因为始终 网台的起家 或者很多的朋友 要收看一些 网上的节目 都是希望 听到一些论证 时时分析的 这些节目 但是呢 亦都有一件事 要紧要的 就是我希望做到 很多关于保育 香港的历史 文化 这些传承 这些责任 所以有很多的 节目 譬如我们有教别人煲汤 有教别人讲鱼 有讲鱼 这场片 我大院有落地 都很diversify 后来还转到 香港以历史 流传下来的 都市传说为主 以讲鬼谷 就是 挂讲鬼谷的羊头 就是 卖文化历史 保育的狗肉 有香港棋案 了解不同年代 社会情况 的人类 一些不好的行为 也有其他 譬如有 塔和牌 又有一些 做Parenting 的一些 分享 又有营养的节目 都挺多 包罗万有 有两个节目 我都为了做而做 希望可以吸到 很多不同的观众 这些层面 一个就是 夜长警讯 遲些我会说 夜长警讯的原因 以及说 桂正雄 是哪一位的 老友记 另一些 节目就是 跑马 为什么要走这条 偏锋呢 其实我希望 可以吸纳 多元化的东西 但我忽略了 有一些情况之下 其实有一些 节目 是不是真正正 是不应该去做 悔吟悔道 或者是 关于一些 赌博 其实 是不是有为 小弟的 宗教的 原则 我当时 就没有把 这件事 摆得这么重 也都 没有把 我宗教的 信仰 和我做 节目 做人 挂得那么 这么实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后来 越来越在 不同的机会 撞板 了解清楚 其实 我上面的老闆 就令我每次去撞板 了解到 我在做的事 就是不对的 不可以挖重取重 不可以为了 要赚钱 不担手段 不可以做一些 事情出来 传扬一些 不好的信息 或者批评某些 不错的行为 而获利 我开始是不知道的 直至后来 夜场警讯 和赛马的一些 节目之后 撞板 或者一些人事上 一些不好的发生 我才知道 我不应该 要再做这些 节目 而后来 继续修正 这些可以是 后来 再跟大家分享 我这方面的看法 后来 我有缘的机会之下 认识了 翁静晶小姐 翁女俠 和她一起做了一个 大家都很 赞赏的一个节目 亦是帮社会 一些不公义的事 或者是一些 宗教的人 不好的行为 让大家知道 不可以麻木 去信从一些 所谓的神棍 我才知道 原来做媒体 做网台 原来你的影响力 是可以这么大 和可以做好事 影响力是很重要 我才会明白到 你不应该借助你的影响力 去赚人的钱 或者是悔人悔道 又或者宣传一些 不好的行为 其实应该用你的影响力 去做一些对社会有价值 去影响到人去做善事 影响到人去 有正确的价值观 那只是功德无量 所以有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 岳如的节目 又有美女 又有走色才气 又带人去看 那些楼上骨 突骨 私中 又有赌码 先有张学琴先生 帮我们做的学琴出马 后来也有沈角城的一级赛码方程式 希望香港多马迷 想着拿贴士 如果找到一些靠得住 信得过的 亦是准成的这些贴士 自然会多人subscribe 薪钱也收到首限 应该可以帮好一些收入 如此类推 所以我就想一下 值得去做 但是后来 自从一级赛码方程式 再有一次撞板 之后 我就觉得 我不应该再继续 跟一些马场 或者马圈 或者宣传赌博的朋友 做一些类似的节目 沈角城是怎样去认识他呢 其实就是经啤梨哥介绍 原来沈角城就是 啤梨哥的听众 也有听我们MIHKTV的节目 也有本场 鹅鱼之类的节目 当然 当时的啤梨哥 还没那么喜欢卖东西的时候 他对时事评论 有一个大家都很认受 和很喜欢听他的讲话 和他都很忠肯 当时他有做很多功课 他对每一件事的看法 现在我已经没有听《碧梨漫步》了 有些朋友跟我说 他都是说话不出边际 或者避开了一些敏感的话题 我也理解 有些朋友说他现在 变成了去买东西 我为生存计他要做 都理解的 他卖而已 那你买是另一个问题 即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捱 这些我就不想干涉了 但始终有一个看法 也都可能要修炼、秘技 亦都可以理解的 好了 当时啤梨哥的粉丝就是沈国成 沈国成 原来他在官堂 有他的生意的地方 在工业大厦里 他买箱子 有一天他遇到啤梨 看到啤梨就自我介绍 说了两句寒圈 从而得知他是廉马斯 沈杂成的弟弟 他亦都在Now TV 里面 曾经说过一个方程式的评论员 也很受欢迎 他想说 上来MHK TV 聊聊聊 当时我们还是旧基地 在城业街 那时有几千个单位的地方 他有一天 就终之约了啤梨哥 就约我 什么时候上来 上来之后 他就说他想做一个赛马的节目 他跟我分析 现在赛马节目 他觉得多鸠鱼的乱来 又不敢骂人 明明知道那些小孩 又吵了你 没有到哪里 没有尽力 不敢吵了他 又怕得罪 不着边际 他说 董彪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 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肯敢说真话 不敢怕得罪人 吵就吵了 明明见到你 吵了你 没有落力 摆到明 担住码头 那我不敢吵了你 类似这样 其实我不是一个马迷 我也没有倒骂这个习惯 他所说的话 我就完全 噢 但是 当时 他就说 他就是沈杂成的弟弟 但是跟他老爸 老哥 又不妥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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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入圆 又不妥妥 最重要的是 我想看看 他想怎样去做 这个节目 他就希望找个拍档给他 然后 他每逢 星期二 星期五 这些时间 他就会做 节目 为什么呢 星期二 星期五 可以说星期六 或星期日 这些赛事 然后可以给一些提示 有些订户 那我说 好吧 也在想 当时 刚刚开期 开头的时候 我一定要节目 很多样化 很多人去听 很多人去 subscribe 不同的人都去听我们的台 所以你的节目 不可以拼在一边 你不可以卖圣经 你不可以卖习近平 或者你不可以 只做一些鬼故 什么都有一些 我觉得也好 因为可以 你会不会找到一些贊助呢 说 酒 阿彪 或者壮羊 葦哥 这一个节目 马路看 应该很重target 照计应该可以考虑 那就好 去做 我没想到那么多 detail 东西 当时 这个一级赛马方程式 是有两季的 第一季 就是亨李做 为什么要找到亨李呢 沈国成就说 亨李 好东西 我有听过他的节目 论点清晰 他很聪明 说话 又分析得清楚 能言善变 又多些 talkative 找他和我拍档 应该觉得会 work 我亦和亨李就谈 有这样 集聚马费 要不要 亨李又很想试 因为他说马 他就未能参加过 又想试一下这一方面 一拍即合 开始了一级赛马方程式 亦都帮他开了一个 Facebook的专页 亦都有一些tips 或者中了多少 就会上去 第一季的反应 你说是不是super好 又不是 你说是不是差 亦都不是 始终有response 多人去subscribe 多人去看 但是呢 是不是去到好火红 爆到过千人subscribe 或者是怎么 暂时就未见到 是那一回事 但是我也了解到 沈先生 就一定会有 觉得有些看法 为什么 我在Now 这么受欢迎 我在这里 为什么有些 waiting 和那些subscribe 加上那些subscribe 不是那么多 我就真的勸他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可以立刻第一时间 爆出来 很多朋友 未做过网台 或者他自己 觉得他自己 很有吸金 吸派的能力 为什么开头 推了出来 没什么人看 有很大的possibility 如果你是借我们的平台 如果是赌码的人不多 你自然是吸不到 另外也是要 扔钱去宣传 在这方面里面 可能我也没有 扔那么多钱 去宣传 这个节目 当时他经常说 不如大家扔钱出来 去谷一下各方面的东西 但其实当时 我也是进入一个 挺财困的情况 因为做了一两年 之前筹集回来的 这些资金 營运基金 用得七七八八 就是 开始又亏钱 又扔过一两次钱下去 要继续再做 这个时候 现在你要再花钱 做一个未知之数 那我又不熟 他的performance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 要扔多少 只要能够合到他的河车 始终第一季里面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有限的钱 去做宣传 回来 是不是做一百%好 沈先生 应该不是太满意 那个performance 但又不差 过去有些收入 不是说很多钱 吃两餐日本东西 一定可以 这个情况 可能他就觉得 他要这个节目的 揚名立眼 或者全港里面 最收视最多的 这个赌马节目 可能就未去到他的河车 他也跟我说过 如果是去到七七八八 做得多的时候 我不如就试一下 做这个一级赛车方程式 找个美女给我 来做 当时也试过一两集pilot 就找Goria 做一个犯罪了歌的Goria 就是拍着他去做的 Goria就很想有曝光的一个机会 其实Goria 我是别人的朋友 介绍他去做 当时他也认识恐惧了 就希望做一个节目 这个是后话 不说了 亦都给他试过跟Goria去做 结束了第一季的一级赛马方程式 合作都很顺利 那马季结束的时候 我还拿钱出来 请了沈角成和他太太 一起去吃一餐日本东西 也叫了其他公司的团队 有份服务一级赛马方程式 例如Operator 我另外一个Marketing的同事Ruby 因为他搞一些admin 各方面的东西 有减效尽 一起去吃一餐饭 去庆功 那没有太大问题 他就开始 去到第二年的九月 又开波了 第二马季了 当时亨利有些事 他应该做不到 因为亨利有自己的节目 又跟林康正又要夹 内部中又要做这个 《啤梨晚报》 那时候他做的 所以要再做这个 就有点利有不递 再加上他工作上的 那些 schedule 可能又会撞 那就远距了 而当时 我们找了一个人 来跟沈角成去夹 就是这个 杨俊 杨俊 其实他自己也有 港开马 也跟马会有很厚的关系 很多job 他自己也会跟马会合作 起码他先熟这个马会 你说他有没有亨利说话 那么好听 但起码他熟这个 马场里面 一些马 赌马那些东西 怎样计数 之类之类之类 之类之类之类 亦都可以合作得到 好了 第二季的开始 亦都是 踢杀 又是收污人不subscribe 如此类推 我亦都是继续 给这个 MHK的 营运资金的短缺 烦到一锅足 你想一下如何开源 如何想多些方法 去赚钱 各方面的东西 有一天 沈国成就跟我说 他说 Now那边想我去帮手 去平马 就没有影响我们的 schedule 例如你星期三晚上 我们星期二出街 就没有影响 星期六 我们星期五做 也没有影响 我提示也继续照赛给 甚至有些好些的提示 我在我的节目上给 说真的 我跟他签约合作 理论上 我对赛马一无所知 没有他 这个节目就做不到 你要做的 我亦都开心 你不做的 我都没理解 是吧 一只合约 第一季 沈国成也有签合约 第二季开始了 已经有新的合作 有些条件不同了 改了 但其实不是变得很大 我就交给我的同事 Ruby 找他签约 我就没有理解 因为已经在合作 他也细神匹圆 就算怎样也好 都会继续做这个节目 他也想有自己一个 的网台节目 如此类推 我就不以为意 我都掉以轻心 你决定吧 我可以的 总之你任何决定 我都尊重的 有一天 Steven 即我们MHK 努力室的香港政府 Steven Poker 8.52 Steven 他就有一个job 就是马会关照 要找地方 就去录影 而这一个job 就要找一个人 就是懂得马的 因为当时马会 想要promote 一些program 给一些年轻的马迷 去arouse 他们对赛马的一个兴趣 而当时Steven 就是穿针引线 就是订阅我们的场 其实那个renomination 是挺划算的 就是我给了一个人 他一个小时 录完就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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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沈觉成知道了 为什么马会有一个project 然后你不找我 不是! 这个点些事 是把Steven引进来 指定了要他阳俊 他觉得他们就uet 或者他亦先益 不定了给他 可能他有些不以为然 突然间就失墙 不知道是感冒 失声 � Dou what you do 賴糞 也不可以做到 那一集就可以要阳俊 去铅顶上 我都不以为意 人都有三衰六旺 有头晕身兴 没有空做节目 很闲事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都不理 第二天我就去健身 早上我通常一早就去健身 9点钟在基斯sir的健身中去健身 跟健身教练举铁铁的时候 突然间他老婆急叫了我几次 沈太太 急叫了几次 就是将这件事去重提 我就告诉你 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这样的 因为马会指定的 并没有任何的事情偏颇可乘犯 有事我一定会关照你 我怎会不关照你 但是这一个工作 别人租我们的场 要找杨俊去做 去帮忙 我是别人要求再要判上判 我只是给一个场 他大家做的而已 我都没办法去改变别人的事情 都不认识别人 别人有一些不同的马会的决定 那又不太好 就是在这里我怨我 我的教练就站在那里等我去举 你一知道我当时已经烦了金钱上的问题 早上起床已经不够睡 第二天早上也要去举铁 那个人就举到兴合格的时候 你打电话来烦鸠 我当然是不认识的声音 我说我只来倒闭了 没钱了 你别搞我这些麻烦事 不认识啊 稍后再说吧 先批识他 然后星期五 沈生又不扑头了 然后接着就练出了 他老婆也跟我的同事说 他应该要退出 这个一级赛马方程式了 但是当时很多朋友就问 喂他不是签了一个约吗 不可以这样走的 那就是他没有签约了 我的同事又没有签约了 其实现在你看回呢 我想他是找一个excuse 其实他就想去试一下看一下 NOW那边如果做得好的 或者这边的 来到那边不是很多钱的收入 没有搞自己这么辛苦 两边破 看一下 温顺一下 温两三个礼拜 见到这边的反应都是怎样 那边如果真的可以成功 或者多人看 那当然是适当选择一边 西瓜购边站 什么之前的commitment 彩你四婆 也有人去贪心急 他不想要打这么多的岁月 effort去报起一个属于他的节目 一看那边可能钱多一些 或者是recognition会多一些 exposure 会大一些 他省着NOW TV 买班 做NOW TV的赛马的时事评论员 我想他自己会计算 我其实真的没有所谓 只要到最后又不是我找你回来的 你上来要我做 是不是 我又不会做你这些赛马节目 你要做的 我就要多谢你 因为你给钱我 我赚 OK 我要感激你 是不是 那你不想做的 你说一声就可以了 但是整件事里面 我就喷得他们的所作所为 为你交代一下 你不跟我交代 都没想所谓 就支持你那些网友 真金百能 表达了 给了钱 看你节目的网友去支持你 突然之间没有交代了那个节目 怎样搞作呢 是吧 我记得后来都是要杨俊去支持下去 后来那个节目 有人给不给钱 我都没所谓了 始终要好好看看 就做了那一季 就算够了 我记得杨俊做了 我记得 之后我就不再去做 因为我很怕一些 这样的合作的形式 看东西太急了 觉得很多东西 一丢了下去 就像杀种子 射督精 然后淋水 就要丢了什么萌芽 开花结果 不是这样 我都要做了十几年 我算是有人识识 我一些的丢了 我丢了多少的努力 才有人识识 你一定要在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持续去cultivate 去做事 当然我老友刚才说了 KC Sir 其实他也有这些 foreign 这些 boobie check 为什么我做图表学人 做了这么久 才刚才可以够人去做直播 还没找到钱去有钱收 有广告 如此类推 为什么这么少人看 那些财演 找女儿上来夹个球 让你几十万人订阅 说些东西明明错过了 还有人去看 万几几秒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东西 你不是那些人 你吸的那些客 也不是 懂得欣赏你 那些好东西的客 你要慢慢去做 要有点心思 要养大你的产品 改进你自己 去吸 做精力的产品 然后跟着 有些人去再信服你 就变成你死忠的 一些支持你的支持者 你要多 要精 你自己要去选 如果要多的 你就良悠不齐 你很多的网友 其实你是很不想要的 但是不要紧了 起码都是幸好 一季起就两季子 你就真的 集中了下去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真的是 是真的杨俊 有这个机会 帮马会做事 而我没有把这个 选择给他 还是他真的想 找个方法 是要闪人呢 因为他始终没有跟我联络 我也不肖打电话 给他和他谈 所以我们始终没有 touch base 这个节目就go on 杨俊继续 第二季完了就收皮 没有再做过任何事情 其实那个节目 因为是 马会要tackle一些年轻人 所以他要找杨俊 去involve 一些女的马平人 一些年轻的马平人 一起去做一个这样的节目 所以 其实马会是不会找个阿叔 坐下去 跟那些小妹 那些穿短裙 化痕装 夹波纳 那些人去讲马 是其实怎么都不会找他 就算我 知道了可以 有proposal 给马会 马会都不会看他台戏 可能他不了解 但是 我也免得他解释 那 end up 就不欢而散 而最不开心的 就是影响了 很多的网友 支持一级赛马方程式的朋友 为什么 无厘头 给了钱 而突然之间 没得看 就是 支持沈国成的马平 或者提示 到最后 竟然没有了忠景 那这个节目到最后 大一点的 relumination 那方面去 着眼 始终一级赛马方程式 对他来说 是一个瘦身的 一个节目 有居马费 我想 亦都会有厚齿薄皮的 一个成分 在里面 这个也是understandable 是体谅 和明白的 那好 今集 就跟大家分享了 在过去里面 一些的 经历 和一些的日事 亦都解释了给大家听 为什么一级赛马方程式 会突然之间 会收皮 没得玩 原因就是这样 OK 那今天是这么多 节目的结尾 亦都播当时的片段 给大家看看 重温亨利年代的 一级赛马方程式 和阳俊年代的 一级赛马方程式 OK 那今天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 多谢大家继续支持 这个MIHK 十周年的纪念特辑 涉到空虚 网台血雷史 下次再见 大家听过 就知道有多专业 多晚了 一级赛马方程式 好 回到这个 一级赛马方程式 第二节 我们首先 由一场大赛讲起 话说 今次的赛马日 就有 国际一级赛 就是浪琴香港杯 其实一级赛 为什么呢 例如我说 日本打机 就有G1,G2,G3 我知道他们有G1,G2,G3的赛事 香港所谓的国际一级赛 其实简单的概念是如何呢 我想回到以前 十多年前 香港的联马斯 开始 国际化得很重要 那些联马斯也开始知道 在国外 有很多不同的级别 那大家要知道 那个评分去到哪里 通过很多马会 和马会之间的合作 就定了一些马 他们的评分去到哪里 你就可以参加一些国际一级赛 那大家的水准就会变得很平均 不会说 你拿着一级马 去跟这四级马跑 就会变得很平均 一直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定出了一些国际的一级赛规例 大家都听到 一级一定是最好的 对吧 一级赛模仓程式 就是最好的赛模 直播 慢料 出色 沈国成 杨俊 两位 隻手可热的跨平台马平人 和大家一起启动 一级赛马 方程式 一级赛马方程式 Michael 暑期很多马又转仓 因为有两个新的马房关系 有几个马房 听说是你特别会留意的 在去年的节目 我们就说 虽然现在赛马 已经是为赛马而赛马 变成了暑期 所谓叫做头暑 短了 六星期 根本就是 其实都没有什么暑期 那些人又回来就 大把袋 其实很幸福 叫做有个赛家 但是你可以这么说 Andrew 你可以说 有好 也有不好 好像以前 放足差不多两个月的头鼠 哇 回来的马 真是野兽来的 大佬 有些骑马人 或者 总之 要帮手操 其实真的有些害怕 很多操 很大火气 甚至乎 一下去隧道的时候 哇 喜琴 什么都有的 有些马 畜生就是畜生 就像跑车 你不跑它 其实它很多东西会坏的 你不要以为 喂 跑车还招待它 它反而不快 大家好 一级赛马方程式 北京不各 已经做了超过一个月 当然 也说过 现在踏入一月 会有一个全面收费的节目 不过我们之前 都会有一个 宣传 有一个季度特位收费 原先的特位收费 全季订阅是3688 但因为过了一个月 当然 我们的收费 就会更加特位 有一个超特位价 就是3188 当然 如果你们觉得 一季3188 都是比较大笔的数目 你们仍然可以 每个月 以500元的方式 是月费订阅一级赛马方程式 Michael 你也跟网友说一下两句 是的 其实订阅全季的马 支持者 其实都很多 我觉得他们是很懂计数的 其实赌马 如果你是一个很精算的人 你会觉得 给这个费用 你是绝对 一定是一个很正确的投资 因为我们不只是单给一个 好像赛马提示 因为我还将我这么多年的心得 整个赛马运动里面 更加有趣的小动作 马的举动 举止 我们会陆陆续续 在我们的节目 不断加进去 所以 特别 如果你是几百元 一个月的 我觉得 你们更加是 好处的 相比起月费来说 因为 因为你除了 Helmy有麻 除了 其实是几十元一场 是 去哪里找 好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这个一级赛马方程式的 超特位价 就是3188元 全看整个月 而月费 而保持每个月 500元 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去这个 mihk的网站 或者 lojo.com的网站 去找回相关的 订阅链接 开我的户口 就可以订阅了 好 多谢大家